在各自业工作超过20年的陈瑞松 在遇到撞墙期之后决定返乡种植洋香瓜 并且把自动化的专业运用到了农业上 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就种出了品质极佳的 一出一果洋香瓜 一块来看看 网文洋香瓜极为娇贵 兄长过程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影响品质 因此台湾洋香瓜种植都采用设施栽培 而嘉义布袋的瓜农陈瑞松 就直接盖温室栽培才一株一果 一株一果最主要是因为我一株一果的话 因为我的叶子就这么多 我的甜度一定是要靠光和作用去产生葡萄糖 所以我如果留太多果的话 我的这些养分会分散掉 所以我一株一果的话 我可以让我的瓜比较漂亮 然后甜度可以比较好 这是一株一果的方式 可是相对的话 它的产量就比较少 外面所买到吃到的瓜的感觉 都比较不一样 外面的可能是我 我喜欢它的甜度 还有它的多汁 还可以看到水水的 吃起来蛮绵的 蛮绵密的 成瑞葱的羊香瓜 切开皮薄 果肉饱满多汁 口感绵密 吃过的人无不称赞 它的瓜和一般我们在市面上 所吃到的瓜 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比较甜 比较多汁 然后它的甜度 大概在14度左右 瓜从上面吃到最下面 它的甜度都是一样的 它又有那个脆感 又不会太硬 还有它的网纹 就是真的很漂亮 这个是真的 栽种技术真的不错 以我的经验 它的网纹有够凸显 又密 吃起来的口感就是赞 三年前 陈瑞松辞掉科技工作 直接回家乡务农 一开始家人非常反对 我回来要种这个瓜 我爸爸是非常非常的反对 可是他知道我的个性也很固执 其实最后他帮忙 帮忙最多的是他 因为我有时候他我忙不过来 反而他都很默默地 就进来帮我忙这样 他从小就是务农 他知道务农的辛苦所在 务农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容易 义无反顾地投入农业 但一开始却遇到很多挫折 陈瑞松花很多时间跟精神 投入羊香瓜的种植研究 然后也是感谢政府提供很多课程 像我们嘉义县县政府 他也提供很多课程 还有我们农会的一种安事 还有一些主任 然后一点一滴的朝好的方向去迈进这样 因为我看 尤其看YouTube 很多日本的他们的瓜 他们的管理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常常常去看一些 他们人家的瓜是怎么种的 在科技业待了二十几年的陈瑞松 2018年就决定返乡盖温室 种植羊香瓜 并且把科技自动化的专业 运用在农业上 这是一个自动喷雾的系统 因为像这个羊香瓜它这么高 我如果要喷擦叶面 或者一些防制制裁的话 它是很费时耗力 所以我们就想说利用这个天车的轨道 然后去自动喷雾 这样我可以让我的时间节省很多 而且喷雾的效果会很均匀 除了喷雾系统自动化以外 连打肥跟灌溉都靠自动化 非常节省时间 这个就是一般 我们现在很普遍的自动滴灌的原理 我自动滴灌就是说 我把我的氧液 我高浓度的氧液配置好了之后 然后我就利用可层次控制器 我一天要打几次 我的弹铃甲肥要打多少 我们可以完整由手机去控制 去设定 天气阴天我可能太阳没有拿到 我们可以透过手机去设定 让我的滴灌的次数减少或量减少这样 或者是说我等到我因为每一个足迟长势 它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回料 我们也可以透过手机去调整说 我弹铃甲肥的比例 去做一个比较完美的搭配 而且由政府补助 做了一个小型微气象站 靠风速跟风向 对室内的温湿度做控制管理 现在应该蛮多人申请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 我室内的温度湿度 然后我们在做管理的话会比较方便 洋湘瓜园的面积大约一千多平 每年产量大约一万四千棵左右 一年可以种植四次 而且没有连做障碍 像这个瓜差不多 夏天差不多再三个月 冬天可能长一点三个多月 它就一个cycle这样 我一般都是种完 然后把里面的那些 这些竹竹移除掉 然后就整地 然后就再继续种下去这样 因为我的设备就是火洋香瓜 所以这样对我来讲 我的操作是比较方便 每一株的洋香瓜都必须向外拉 空气对流好 果实的网纹浮凸出 表面的网纹要漂亮 必须要用滴罐去控制 相对我的二氧化碳会比较多 二氧化碳也是一种肥料 它会让我的网纹比较糊凸 然后我的外表会比较干燥 假如我这边一个叶子遮住了 这边会很潮湿 它很容易得病 它网纹也会糊凸得不好 所以也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拉出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靠着 这样靠着是不是很容易就有叶子遮住 叶子遮住的话就发现 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网纹特别差 滴罐的水分才少量多餐 很均匀式的供应 土壤太湿或太干会造成网纹裂得太大 愈合不起来影响洋香瓜的表面 我的瓜是很光滑的 可是我成长到某一个程度 我外皮会开始变硬 我外皮变硬 可是我里面的瓜还是继续长大 所以我会开始有网纹的裂痕 这是一种伤口所造成的一种 应该是伤口意合的一种美丽的表征 从经验去归纳出对网纹最理想的方式 而且洋香瓜果实上头还特地留两个叶子 所以为什么要留两片叶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要判断这个瓜有没有成熟 一个是看我受稳后的时间看够不够 还有一个叶子我判断成不成熟 就是说我这个叶子有没有切莓黄化 因为我的瓜如果成熟的话 我的莓会跑到我瓜里面的种子里面 所以我的叶子就开始把叶子里面的莓 往果里面输送 所以到时候我这一片叶子会开始黄化枯萎 这就是表示说我这个瓜成熟的一个表征 洋香瓜最怕得白粉病 陈瑞松特别喷一些钙肥 让叶面细胞壁增后 足隔病害的威胁 从事农业还未满三年 陈瑞松就以自动化高科技掌控 不仅让它种得轻松 一株一果采收更是轻松愉快 而洋香瓜的产值也逐年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撒芸衣当时才会得到柔和确实 vemos